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先前我们所制作的剑盾扩充票最新资讯 不知道大家都看过了没有 这一次官方的宣传片 真的是替我们带来了很多游戏的新资讯 不过 宝可梦官方很喜欢在他们的宣传片之中 暗藏比他们所公开的资讯 还要有更多的隐藏内容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呢 就是要来和大家分享 在宣传片里面一些比较隐藏的资讯 首先呢 第一个我想要提的是 关于在冠之选的第二弹DLC之中的 迦勒明星赛部分 迦勒明星赛就是一个 可以让玩家与剑盾之中的明星角色一起组队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挑战 另外一组明星训练家的一个新游戏机翅 整个活动都是在宫门市的竞技场中举行 换句话说 在未来的这里 将可以同时参加我们现在 平时就在打着赚联用钱的 传统的逃来赛 还有加勒明星赛这两个活动 再来当我们将画面停在 玩家与贺普同时在对战场的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当时在竞技场的后面 这一片易经的广告看板 在左右手边的这个logo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加勒联盟的标志 不过在中间的这个公司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公司在我们原先剑盾故事之中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间新公司 我们拿出宝可梦世界的字幕表 出来比对一下 很快就可以将这几个乱码给解码出来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间名叫Rose的公司名字 而Rose呢大家会想到什么 他不就刚刚好是我们前加勒尔地区 搞的一团招 最后被我们玩家打败以后 就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职务便自首去了 所以说看到了这个Rose的公司出现在这里 我们可以推断的是 在主故事之后的洛智会长 他应该是得到了我们加勒地区 人民大众的原谅和谅解 而被提前假释出来 所以说现在才有这个机会可以继续的服务大众啦 那么左手边的这个商标logo 有别于先前马洛科蒙集团以C字型符号作为标志 现在的这个六角形啊 我觉得很像是齿轮一样 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洛智会长 他本人最擅长的宝可梦属性 就是刚属性嘛 而恰恰好我们的宝可梦世界之中 就有一只宝可梦 它同时是刚属性 又长得像是齿轮的形状 也就是我们换只宝可梦美露坛嘛 我觉得本次的扩充票 DLC之中很有可能 洛智先生将会得到一只新的美露坛 作为他的伙伴 而且稍微比较窄一点的舰队玩家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官方老早就已经设计好了 美露美坛这只宝可梦的超级句话形态 但是对于官方来说 一只换只宝可梦的超级句话形态 无论如何都一定是要替他安排一个 特别的出场桥段的 就像是在第六世代欧米加红宝石 和阿尔法蓝宝石之中的 Delta episode 篇章 里头的裂空处进行美加进化 也算是在游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剧情之一嘛 而我个人的部分其实也是很相信 美露美塔的超级句话形态 会跟着本次扩充票的剧情 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登场的 而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隐藏细节呢 是在我盘点 就是在宝可梦回归的时候发现的 在6月1号宣传片之中 总共有两个镜头 分别第一个是在凯之孤岛篇章的部分 有阿伯苏鲁在镜头内的这个画面 那第二个是在冠之雪原篇章的部分 同样也是有阿伯苏鲁在镜头内的这个画面 在这两个画面之中的小角落 我们都可以发现到 有一只宝可梦 它的头顶上有一个圆圆尖尖的构造 那透过这个特征 我们可以推断这两个镜头之内的 是同一只宝可梦 不过有的人可能会说 这就是竹光灵啊 还是迷你兵 又或者是布利姆温 他们头上都有类似这个尖尖的构造 不过我将这个图片放大给各位看 应该就非常明显了吧 竹光灵的头上是火焰 所以完全不可能会是它 那迷你兵的部分 我把它在旷野地带之中的照片 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下比对 放在一起看是不是就清清楚楚了 这两只完全就是不同的宝可梦啊 那更不用说布利姆温了 这身高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是来乱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肯定的 这一只宝可梦 就是在我们本次扩充票 才推出了全新宝可梦 不过很可惜的部分 是目前关于它最清楚的画面 就是这一张了 可能对于它的全貌 会比较难想象一点 不过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的是 至少它是一只会出现在 早上的草丛里面 还有灰暗的下雪天气当中的 那属性的部分 从它外观上的颜色来判断 可能会是冰属性的宝可梦 那第三个隐藏细节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皮欧妮先生 首先我们把宣传片一开始 这个它很热情出场的镜头 拿出来看哦 这个镜头应该是 至今未止官方所释出 关于它的样貌之中最清楚的一次 就连它帽子上的这个图案 也是一清二楚 一只红色的类似雷龙的图案 那大家玩宝可梦游戏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基本上只要出现在游戏之中的 任何动物图片 九成九都一定是会出场的宝可梦啦 那剩下的一层就是像是我们 除态之中的道馆前雕像啊 又或者是替身玩偶 又或者是在竞技场内 我们所看到的阿球吉祥物 反正我是信了啦 这一只红色的雷龙将一定会在 扩充票冠之雪人的篇章之中登场 那另外大家还记得皮奥尼的设定吗 他是为了要调查在加勒尔地区的传说宝可梦传闻 与女儿一起到访此地来探险的 而冠之雪人的冒险舞台当中 有一个确实与凯之孤岛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镜头内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栋房子 或许这里就是皮奥尼 与他女儿在王冠玄的住处也说不定 另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先前频道上所分享的 洛兹会长的绅士之谜 而在那支影片呢 我们不是大胆的猜测了 有可能洛兹先生与皮奥尼先生 有着一定程度的雪人关系 可能是父子 可能是表兄弟 也有可能是亲戚 那其实呢 现在更让我去相信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因为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关于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像是皮奥尼 他的名字其实就是 源自于牡丹的英文 皮奥尼 那洛兹先生 很直白的大家都知道嘛 是源自于肉 是玫瑰花 而牡丹和玫瑰 都刚刚好是植物的名字 这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巧啊? 反正我个人是蛮期待 他们两个是有亲戚关系的 我们就到时候再一起看结果如何吧 下一个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细节呢 是关于极具大冒险 在上一集影片之中 我不是有提到 我猜想应该有可能像是 旷野地带之中的极具团体战一样 若是我们不足四位训练家 将可以让NPC来冲速 那这个部分的答案 我目前其实是变得更加肯定的 原因是在官方的宣传片当中 我们将这个画面放大 其实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得到 和玩家一起参与这个团体战的人 站在我们旁边的 诶?这些不就是商务人士、短裤小子、迷你巡学生 宝可梦培育家、舞者、空手道丸、背包客跟音乐家吗? 没有错 尽管官方在扩充票DLC之中承诺了我们 在换装系统之中 我们将可以得到更自由的变装 但是从身高就可以来判断 这些短裤小子、皮卡丘、衣布套装的宝可梦小朋友 这完全就不会是我们玩家的身高啊 而且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的部分 照目前看起来 这些前来支援的NPC种类 似乎没有变得更多都还是那几种 不过大家还不用急的去唾弃这些NPC的实力 我真的认为大家是可以不用急的感到失望的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 其实在我们原先短裤地带之中 进入到宝可梦巢穴 进行集聚团体战头目时 那些支援我们的NPC帮手啊 其实都是固定的 例如像是派上皮卡丘的NPC 就固定会是培育家玉江 会派上衣布的NPC 就固定会是宝可梦小朋友小臂 会派上雷衣布的NPC 就固定会是模特尼可 但是今天若换作是到了冠之雪原的极具大冒险 尽管NPC走链依然是那几种 但肯定还是要完全换成另外一组人马的 毕竟购买铠甲车票和雪原车票 前往冒险的是只有玩家一个人啊 他们还会是待在迦勒尔本岛 并不会跟着一起过来才对 所以说这次新的一批NPC 或许官方就会听取了我们玩家这阵子的意见 将他们的整体强度做一些微调整 毕竟这次我们在王冠雪原上 可是要来平凡挑战传说宝可梦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先前所打的那个 超梦传说团战吗? 超级强超级难打的啊! 不挑战NPC的强度的话 肯定又要被大家给骂爆了吧! 在下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隐藏细节呢 是关于冠之雪原上的永恒传说宝可梦 在6月2号的宣传片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王冠雪原的冒险区域上 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些永恒传说宝可梦的神殿 那这几位神柱的神殿呢 我们从外观上的颜色就可以来推断 是哪一位祝神住在里面 仔细看的话神殿上的招牌上 也画上了他们每一位祝神脸上的圆点排列图案 就像是雷吉艾斯就是十字 雷吉洛克就是画上一个H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神殿大门上 有一个小小的人偶图案 那在这个小人的脸上啊 也就是他们彼此的脸上的圆点排列 这一点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在这个小人的身体躯干上 还画上的6个圆点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大胆地去做猜测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要和 圣柱王雷吉奇卡斯去做一个连结 毕竟将他们几位所创作出来的 就正是雷吉奇卡斯本人嘛 那雷吉奇卡斯的胸前 这边就有6个圆点 而这6个圆点其实也是别也用意的 从上到下 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一组来看 颜色分别是红蓝灰 这对应到的就是他所创作出来的仆人 雷吉洛克 雷吉艾斯 和雷吉斯奇鲁 代表着 盐、冰、钢的三个化身 但是就在本次扩充票的内容之中 官方公开了将会有新的双柱神马 电属性的雷吉艾勒奇 龙属性的雷吉多拉哥 而这下突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状况出现 因为大家注意到 五兄弟本是同根生 出自于同个父母亲 为什么就只有前面三个大哥的颜色 可以印在妈妈的肚子上 而且谁说他们三个才是大哥 说不定现实的状况 他们三个是小弟也说不定 诶?那但是雷吉奇卡斯的正面 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 可以容得下任何兄弟姐妹的颜色原点了 该怎么办?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部分上 在网路上有许多的 宝可梦爱好者和资深玩家 其实就做了一个大胆猜测 他们推测在本次的扩充票 DLC内容之中 官方将一定会替雷吉奇卡斯 推出一个新的形态 有可能会叫做解放形态或者是起源形态 又或者是直接就替他补上一个 超级句话的样子 然后他的新造型上 就可以把五兄弟的颜色原点全部都画上了 那官方其实就可以这样子解释 诶?这个新样貌的雷吉奇卡斯 其实才是他远古时期的真面目 当时雷吉奇卡斯身体前面的原点就有10个 代表了炎冰钢电龙的红蓝灰黄红 颜色全部都有 那我个人其实是觉得游戏故事 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也是挺有可能的 毕竟突然冒出了双助神 新设定总要给玩家一些交代嘛 那我在网路上也有找到一张 宝可帽爱好者所创作出的 雷吉奇卡斯的超级句话预想样貌 这个创作也就是根据网友们所猜测 画上了10个原点的版本 看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 而且也蛮帅的 那大家就可以来参考一下 那么关于本次剑盾扩充票 宣传片中的隐藏细节分享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不嫌弃一直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还喜欢我们这种资讯分析的影片 也帮我们按下个喜欢呢 我给你们个鼓励 分享订阅这张小铃铛 就不会出过我们将来最新影片了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